声音 在microbit如何发生 我们讲了很多完全没有看到他有 所谓的扬声器或者是喇叭 所以在音效里面 有一些声音 这些声音要怎么去处理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们要发出一个 抖一拍 当你放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请你 要准备两个鳄鱼甲 夹在一个GND 一个是P0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 我们的耳机 夹在最前缘跟最后缘 简单来说这是D线 而且他只有单音 他没有立体声 只有两条线 一个是D级 一个是正级的 它是声音输出 这样子才可以输出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准备什么 鳄鱼甲来甲 我们简单来做一个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假设音效里面 这边有各种旋律 你可以选择 什么声音 然后 某一个音乐 比方说 BURSDAY 祝你生日快乐 好 那这个时候你的 这边有一个模拟 模拟的 模拟的图 然后你的 耳机里面稍微 电脑这时候会发生 但是不是microbit发生 好 当你这做好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下载下来 好 下载下来以后呢 那你接下来你注意一下 你的 microbit要怎么接 好 你的microbit就要像这样接 准备两个鳄鱼夹 一个夹在P0 P0是夹红色 GND是夹黑色 那你的耳机孔呢 大概是长这样 红色夹在最前面 黑色夹在后面 那这样子它才会 可以发生 那如果你是去外面准备 这样子的 所谓的扬声器 要注意 你买的时候 像我买到的这一个 是5V的 它有写一个5 有写一个5V的 这是5V的扬声器 microbit有一个问题 它这边只有3V的输出 所以你买了一个5V的扬声器 接上去它是不会有声音的 所以扬声器的那个电压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1.5V的 或者是3V的 它就会有声音 所以买扬声器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一下 那这样子输出之后 好那我们就把 这一个档案 声音这个档刚才下载的 复制到microbit的磁碟机里面 这样就会有声音 这样就会有声音了 我把喇叭关掉 那 它的声音就必须这样子去处理 特别注意 microbit有几个外接的点 这边有P0 P1 P2 这是3V 你看它只有3V输出 这是第一线 好 那 在接音声音的时候 特别注意 这一个部分 那至于声音能做什么 就看你怎么去搭配 这边有各种 音阶 然后 也有 速度 然后如果你想改变的话 点下去 基本上像钢琴的键盘 还蛮容易处理的 还蛮容易处理的 那这是 声音的部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